香港国安法的新闻 新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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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HKG 《部视角》时间 今个星期想和大家讲的是 何希儿遇英籍法官辞职 是有失专业的政客把戏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何希尔女男爵 以国安法甚多而泪未解 对香港国安法有所担忧为由 在2021年7月底 离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虽然何希尔已离职了一年多 但他还不忘继续抹黑香港司法制度 他在11月16日刊出的英国《泰晤时报》访问中 竟然公然呼吁英籍的法官辞职 向香港司法制度施压 他说如果英国法官继续留在香港 或会被要求执行一些令人不可接受的法律 更大言不惨地说 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重要时刻 已经来临 真是令人督目 何希尔已处理平权案件出名 他在2018年成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亦是本港终审法院首两位的女性法官之一 并在2017年成为英国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的资历经验无系可击 但专业操守就令人质疑了 我们一直都畅以司法界要去职 因为香港回归已经有25年 香港要保持独特性 但都要有当家作主的意识 尤其司法系统需要素权、卵席、流弊 法官公正与否跟国籍是无关的 因为偏邦政治团体重点是立场而不是国籍 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曾经说过 根据《基本法》 香港司法机构秉持 无据无私、不偏不倚的宗旨 维护法治和执行司法工作 法官、司法人员建负审理案件和执行司法工作的重任 备受信任必须对公众和自己负责 在行为上时刻严守至高的标准 但何希仪所说的东西明显是将政治带入司法 不禁令人质疑他是否有失专业 对于何希仪的访问 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着草政客郭荣康 好像执到宝一样 他在社交媒体转载 郭荣康当然同意何希仪的说法 甚至唯恐天下不乱地提议 所有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法官 都应该辞任终审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职务 郭荣康的观点非常符合他黄丝大藏的合藝人切 这些是他在黄营博出位 抢眼球的基本伎俩 完全看不出有半点法律界人士的专业素养 但最令人不幸的是 何希仪身为司法界的乔楚 竟然同郭荣康这一类人同一个被恐出气 真是令人失望 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氏 对何希仪的说法非常不似 他批评何希仪愚蠢又不负责任 根本绝对不应该说些这样的事 江乐氏认为何希仪这样说话 只会鼓励好像郭荣康一样 既不关心香港最佳利益 又想削弱香港法律制度的人 试图破坏一国两制原则 江乐氏继续批评何希仪 他说如果退休后没什么建设性的话要说 就应该国家自掃门前说 意思就是叫何希仪既然不再和香港司法界有关联 就不应该再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示意抹黑这样只会招人讨厌 如果法官受私利或者偏见影响 又怎能指望他处事公正态度公稳呢 何希仪戴着有色眼镜去看香港国安法 他又敢不敢对英国国安法指指点点呢 英国最近都在建议改革国安法 标准甚至比香港国安法更辣 包括有多项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 法案移定的罪行 大部分具有域外的效力 也有改革间谍行为的法律 引入全身破坏和外国干预罪行 考虑赴权英国警察在紧急情况下 无需先获法庭授权而行使搜查权和拘留权 限制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获得民事法律援助等等 何希仪又是否觉得这一套英国标准可以容忍呢 自从2021年7月 先后有何希仪、韦彦德和何之宜 三名英籍法官离任中院非常任法官 但香港法治的基石并没有丝毫动摇 最近中央和多国起草和签署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 指定调解院的筹备办公室设在香港 预计明年展开筹备工作 11月7日至11日举办的香港法律周2022 更是混习国际法律精英 主港嘉宾都是重量级人马 如果香港法治真的好似何希仪所说的 禁不堪 为什么他们还愿意远道而来参加胜会呢 现任的十位香港中院海外非常任法官 包括六名英籍法官 都未见有人响应何希仪的辞职呼吁 我们深信香港司法制度运作良好 深受港人和海外的信任 何希仪之流又怎能动摇到呢 这种政治凌家专业的政客把戏 除了损害发起者的专业操守 令他们自己贬低自己之外 并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明眼人都知道 假的真不了 可希仪你明不明啊 好了 今个星期来到这里 下个礼拜再和大家见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